明報社評 政府因應最新經濟情況 考慮暫停一手樓空置稅立法 發展相當然高興 可視當局就此讓立法無疾而終 做法是否恰當,值得相確 疫情打擊經濟是不爭事實 現而樓市並未出現顯著下調 樓價比起歷史高位緊下跌約5% 逆下環球低息 本港房屋需求強烈 供應卻持續緊張 根據官方數字 一手C樓空置單位過去兩年持續增加 當中除了豪宅,也有針對中產市場的一般單位 發展相看好逆後樓市 適受情況有可能變本加厲 政府最初推出空置稅 為的是打擊團職居期 增加房屋供應 目標不應有變 本港樓價高企 主因是土地房屋供應不足 部分發展商眼見樓價長升長有 即使新樓落成,也不願大舉出售單位 蘋果頭條 關係全球局勢及中美關係 被形容為有史以來最重要選戰的美國總統大選 上有半個月便正式進行投票 現任總統特朗普與對手拜登的選戰 越趨白熱化 蘋果,記者抵達武漢肺炎仍然是虐的美國多個城市 包括關鍵搖擺州份等直擊當地拉票活動 聽聽選民心聲 及當地香港人 華人對大選的取態 今天起作多日報道 首站將直擊黑人的名也是名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法源地名尼蘇達州 了解運動對當地民意的影響 過去近半年示威不斷的名尼蘇達州 最大城市名尼亞波利斯 自今抗爭尚未公 採訪當日該市便有大型集會向政府表達不滿 有當地抗警暴組織形容 不少運動支持者或會支持拜登 因認為特朗普在處理黑人運動上表現太差 但拜登以往有種族歧視前貨 故即使他上場亦不期望帶來太大改變 東方政論 政府強推明日大罪人工島填海工程 不但投資龐大 塗空庫房 而且落成之旗遙遙 肯定遠水不能夠近火 這項目拋出來財兩年多 應該從場計議 但高官卻急不及待 極之想短期內拍板動工 這種基建工程 一等一大事絕對急不來 有些小項目可以先發展 政府卻不洩一股 將水上的士服務 一拖十九年 仍然未能面世 如此進度 教人怎能相信政府辦事效率 港府在2001年初次提出設立水上的士 聯繫為港內的景點 作為吸引旅客的特色交通工具 星島社論 為協助公屋居民置業 防委會近年推出六字居計劃 鼓勵他們簽出原有單位 為本部發現 每年從新近落成公屋單位 撥出的六字居 燒情慘淡 於今年推出柴灣蝶翠苑及青衣青婦苑 涉及近四千伙 去貨異常緩慢 簡留三個半月 已邀請八成家庭客簡留 為截至昨日緊授出約四成單位 尚餘二千多伙未授 全屬中小型單位 新兼防委會委員的公屋聯會總幹事 以招國委預料 今年的銷售進度受到疫情及經濟下行等因素衝擊 尚家庭客以至單身人士均不足以購入全部單位 造成制銷的情況 貨美很大機會需要首次留待逆年再受 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指出 明年環有新一批單位英市 擔心未來累積大量單位落成 後仍未獲買家購入 已成為空置單位 直接拖場市民輪候公屋的時間 經濟社評 港府本週五再次力增立法會批出撥款 開展明日大序的前期研究 偏一發可動全新 若此大型填海項目能夠上馬 不僅可確保長遠土地供應和發展規劃 亦能增加官方跟發展商 擁有土地等機構的合談籌碼 甚至有可能倒逼對方加快 釋出部分限制土地 有利中短期留與供應 回應市民置業需求 據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估算 本港2026年的房屋供應缺口將達至少108公頃 2046年更會倍增至230公頃 明日大序規模達1000公頃 若能按原初進度2025年開始填海 最多可見26萬個住宅單位的交易周首期 2032年便可開始入伙 前房協主席烏滿海早前指出 港府難以控制私人發展商的營商或推地策略 故此更應該靠填海誘惑土地改畫 自主增加供應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控油去屍、固法、欲法、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心中海的熱海 我們會否則 我們會不會回答 我們會不會有問題